第17題 右圖是手拿夾子夾雞塊的示意圖 圖中的夾子是屬於哪一種簡單機械 這也是老師上課所舉過的例子 像這個麵包夾是一個勢力在中間的槓桿 所以它是一個費力但是省時的工具 第17題問我們說 圖中的夾子是屬於哪一種簡單機械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勢力點在支點和抗力點之間的槓桿